我们就起意抗制 年进改革十个月过去 明知水球不见了 我觉得会比较好 不然民众会不安 怕政府会倒掉 那应该早就应该改革了 已经不符合我们现在的那种 公平正义 民众乐见改革 但抗争落幕平息 日子却没有回归平静 年改从去年7月1号 史诗到今天 因为大家口袋缩水 所以自然它消费会紧缩 消费紧缩商业行为就会停滞 所以造成百业萧条 还有好多公教不服气 陆续提告救济 9日高等行政法院的 7名法官也认为 年改属于素级既往 有违宪之余 将申请大法官释宪 蛮感动的就是说 我们的年轻的法官 比资深的法官有肩膀 今天所有的停止审判的 几乎都是年轻的法官 他们是有正义感的 大法官也说明 将在15日与宪法法庭 展开全天马拉松式的说明会 而若年改真的违宪 专家说这钱拿得回来 他因为新法错误 而造成他财产的损害 比如说他的存款率变少 所谓的率变少的 这样子的情形 他可以另外依据这个 视线的结果 向行政机关 请求一个给付之数 要求他补给人民 这段期间 因此少发这个差额 行政院对此也回应 表示尊重 并将汇诊资料 送请大法官参考 东森财经新闻的 这和官员台北采访报导